宝贝 你心目中最好的藏尸地在哪 是荒山野岭还是石沉大海 打住 再去想你就是我下期素材的主角 或许这个这江沙人恶魔会给你一个满意答案 他将尸体装进行李箱 为了掩盖尸体腐败发出的臭味 更是将行李箱用水泥密封起来 然而他不知道 只是永远抱不住火的 两只那干箱 那我们打开车 发现两具被自己的尸体 可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 要钱没钱的男子 却深受大量知心姐姐的喜爱 时间 2013年8月13日 地点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这天一早 当地公安局就接到群众报警 声称自己的母亲马小英 以及小姨马小红 在8月6日出门买房后突然失踪了 而且他们租住的房间内 莫名多出了一个水泥台 由于是女性失踪 当地公安局高度重视这起案件 立即启动了一次刑事案件的侦破机制 技术人员兵分多路 一路对地下室的水泥台进行勘察 另一路赶往失踪人之前居住的其他房屋 通过调查 警方得知 在8月6日 马小英和马小红出去买房后 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在这期间 马小英与乡下的女儿马华通过电话 询问了女儿养胎情况 之后马华在联系自己的母亲 发现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正当大家还担心这两人安慰之际 马华收到了母亲马小英发来的短信 这条短信 让家属放下了心中一直悬着的石头 可另外一个疑惑随着而来 都快一周了 房都买好了 为何还不回家呢 难道两姐妹相约去外面旅游避暑了 直到家属在姐妹俩租住的地下室发现了一场 地下室无故被增加了一把心锁 而且四面八方都被密封的严严实实 一般地下室不是要做好通风效果呢 密封上就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了 可让人更疑惑的是 进入地下室就可以闻到一股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然而地下室不需要这种味道 这只能说明有人想用这种味道来掩盖另外一种味道 除了这让人生泥的气味外 地下室的角落里还有一个未干透的水泥台 通过对失踪家属以及房东询问后 没人知道这水泥台是谁建造的 也没人知道建造这个水泥台的真正作用 就当大家还在对此感到更加疑惑之际 负责调查失踪姐妹俩居住地的技术人员传来消息 他们在房间的墙壁上发现了喷溅型血迹 通过对比 这些血迹正是失踪姐妹俩留下的 种种迹象 让警方不得不怀疑失踪的姐妹俩已经遇害 这间房子就是凶案的第一现场 而那个水泥台就是掩藏尸体的地方 有了猜测 就需要有证据来证明该猜测是否是正确的 警方立即组织人手 对水泥台进行拆解 然而拆解这个水泥台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水泥台表面覆盖了大量凝固剂 用普通的凿子根本凿不开 只好使用专业工具 才勉强凿开 如果警方真的在水泥台找到失踪人的尸体 凶手又会是谁呢 就在这时 侦察员对失踪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很快 一个叫张海峻的男子进入了警方事业 据报案人马华说 这个张海峻一直和自己的母亲和小姨生活在一起 母亲失踪后 也是张海峻说他们两人去横店买房 后来又去金华旅游了 加上母亲的确发来了一条短信 这让马华一家一开始对马氏姐妹的失踪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由于长时间的联系不上 加上张海峻的电话也开始打不通 马华一家才开始着急起来 难道马氏姐妹的失踪真的与张海峻有关 随即警方对张海峻进行了调查 并第一时间传唤他来配合警方工作 谁知张海峻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他也处于失踪状态 通过对张海峻的户籍信息查询得知 查无此人 看来失踪人家属还有什么事在隐瞒警方 警方只好聊之于李栋之于警 希望家属能交代事情 并说明这个叫张海峻的男子 为何能和马氏姐妹一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最终报案人马华说出了事情 在2012年1月 他和张海峻通过网络聊天认识 由于两人情投意合 很快就发展成恋人关系 这期间张海峻多次邀请马华去横店 观看他父母的工厂 以及那一栋栋崭新的别墅 张海峻每次都对马华说 这些都是自家财产 无不透露出自己是富二代的信息 然而马华想进入别墅进行参观时 张海峻就因父母在吵架离婚为由 拒绝马华前去参观 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以后能嫁一个既有钱又爱自己的人呢 马华相信了张海峻是富二代 最后也怀上了两人的宝宝 怀孕后的马华提出了订婚 希望两家亲属可以坐在一起 商量下结婚事宜 张海峻欣然答应 随后 马家大摆宴席来招待张海峻家属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因联系不上搭载张海峻家属的大客车司机 南方家属没有来到现场 最后这期订婚宴就这样滑稽收场 但马华还是要求当天和张海峻定下结婚的日子 这次张海峻没有答应 只是说了一个让大家哭笑不得的理由 他怀疑马华度中的孩子并不是自己亲生的 需要生下来认定是自己亲生的 他才愿意和马华结婚 由于马华之前一直住在小姨马小红家中 而马小红又在外地打工 张海峻就以马华未婚夫的身份 住进了马小红家中 为了照顾女儿 马华的母亲马小英来到了这里 一年前 马小红因与丈夫离婚 就回到了自己的住房 之后 马小英负责给一家人做饭 做家务 怀孕的马华负责出去打工赚钱养家 而马小红和张海峻整天闲来无事 一直待在家中 通过警方对周边邻居走访了解的 马小红因与丈夫离婚后 得到一百多万的财产 而且他与张海峻的关系比较暧昧 在邻居眼里 两人根本不像是正常的遗址关系 更像是热恋期的恋人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马小红这一百多万的存款 招来了杀身之祸呢 警方对马小红的银行卡进行查询 果然 从8月6日起 有人分批次地从银行里 取走了马小红的61万的存款 通过辨认 此人正是张海峻 随着调查的深入 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反馈到警方耳中 案发前 张海峻曾多次驾驶一辆黑色汽车 出入案发小区 那通过这辆车 会不会得到张海峻的真实身份呢 让人遗憾的是 这辆车其实是张海峻族的 而且办手续的时候 全程使用的是未婚妻马华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证据 都在说明张海峻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现在只有找到的 才能彻底揭开这些谜底 随即 警方调取了银行周边的城市监控 希望通过监控录像来还原张海峻 在8月6日后的活动轨迹 通过一段时间的查找和观看 警方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找到了张海峻的身影 当时 他将汽车停到了停车场 之后 手提袋子 背背双肩包 身穿戚风裤 快步离开了有监控探头的地方 很明显 张海峻有着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警方要怎样才能找到他的后续行踪呢 再厉害的人 也需要吃饭喝水 顺着这个思路 警方调取了超市监控 万幸的是 侦察员再次检索到张海峻的身影 当时 他带着一个压手帽 着装也全部变了 买了一些水和零食后 就离开了 当侦察员还在焦急寻找张海峻之时 负责拆解水泥台的民警 也传来重要情况 他们在水泥台内发现了两个行李箱 而且两个行李箱中正是装着马师姐妹 看样子 现在有理由给张海峻免费送一副银手镯了 张海峻由于有强大的反侦察意识 让警方很难找到他的行踪 加上他的真实身份还未确认 即使他乘坐交通工具潜逃 警方也是无法得知的 眼下 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张海峻的真实身份 好在侦察员的明察秋毫 他们很快在案发的出租房发现了线索 改房租赁合同上的成租人叫张海峻 难道张海峻就是张海峻 通过对其户口资料调去 加上马华的辨认 警方最终确定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张海峻 通过调查 张海峻 今年27岁 恒电镇五官唐村人 家里有妻子和孩子 五年前 张海峻通过网聊认识了在校大学生夏小燕 由于当时夏小燕家穷 贷款后才能读到大学 张海峻承诺以后会帮夏小燕偿还这笔贷款 四年后 毕业的夏小燕和张海峻结婚并很快生下了孩子 然而 五年过去了 那笔贷款都是夏小燕自己偿还的 原来 张海峻的家庭条件比夏小燕家还困难 对于张海峻在外面的所作所为 夏小燕也是一无所知 打电话也经常被对方拒绝接听 有这样的妻子 不好好珍惜 却背着她在外面做尽坏事 张海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侦察员对张海峻做了更详细的调查 发现她曾经购买汽车票 从义乌到了济南 通过对该车司机询问得知 张海峻在山东泰安的服务区下了车 而这里离山东来乌特别近 加上张海峻曾经在莱坞生活过一段时间 警方有理由相信张海峻潜逃到莱坞 可要在偌大的莱坞找到张海峻 犹如大海捞针 警方只好通过分析张海峻的爱好习惯 希望从中找到张海峻 张海峻一生有两个爱好 女人和汽车 到莱坞落脚的 她会去一些KTV或者4S店吗 警方对这些地方做了重点调查 很快 有侦察员得知张海峻曾经拿着50多万的现金 进入了莱坞最豪华的KTV 并挑选了三名女孩 可由于这条线索的获得是在两天后 张海峻已经逃跑 就当警方不知如何找到张海峻之际 莱坞的一家4S店打来电话 张海峻带着三名女子来店里买车了 得知这条消息 警方立即组织大量人手 对张海峻进行了抓捕 导案后的张海峻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 随着他的导案 张海峻骗子的身份也被揭露了出来 张海峻本身没有工作 加上家境贫寒 日子过得是抠抠嗖嗖 然而 不甘心的他在网上以赴二代的身份 骗取大量女性的欢喜 这其中不免有他现任妻子夏小燕 未婚妻马华 以及马华的小姨马小红等等 案发前几个月 被害人马小英提出在城里买房子的想法 张海峻再次使用自己的欺骗伎俩 告诉他们自己可以通过关系买到更便宜的房子 可必须给人家送五万元 由于马小英一家都信任他 很快就拿出了五万元钱 可半年多的时间过去 买房之事一直没有结果 马小英就要求张海峻要么落实买房之事 要么还自己的五万元钱 案发当天 正是马家人催促张海峻还钱的最后日子 可早已将钱挥霍光的张海峻无力偿还 他只好将马氏姐妹残忍杀害 到此案件真相大白 张海峻因重婚罪 诈骗罪 杀人分尸罪 侮辱尸体罪 盗窃罪被判处死刑 杀人分尸体罪 杀人分尸体罪